一个有能力的助理 要能够了解 他提供服务的对象的一切需求 俊逸 出什么事了吗 他饭都没吃完就被叫走了 这还不知道啊 他在增机阶段要控制饮食 这也太可怕了吧 饭都不让吃啊 你怎么那么多话呀 在公司不要那么多话 你不知道谁会把你的话给传出去 快吃吧 我想喝杯咖啡 我想喝杯咖啡 我就给你泡 不要 我不喜欢冲泡的 你去公司楼下十字路口 左转五十米右转一百米 穿过一条小巷子 看到一个有玻璃麻的地方 去帮我买杯咖啡 谢谢 难道你不需要问我喝什么吗 你想喝什么呀 拿铁谢谢 转五十米 给你 谢谢 是拿牛奶调制的 对啊 你不是说你要喝拿铁吗 不好意思 我忘了告诉我 我只喝 脱脂奶 那 那怎么办呀 再去买一杯咯 给你 给你 我突然想喝冰的 你把它放一会儿 不就变凉了吗 还是辛苦你 再去帮我买杯冰的吧 好 你把水离开神经 你陪我做万迪的经历 给你 我突然想起来 我最近肠胃不好 医生好像提醒我说 少喝冰的东西 不然这样 我还是喝第一杯吧 反正 你就放温了 你是在整我吧 我只是让你帮我买杯咖啡啊 像你们这种人 都是这样整助理的吗 这就是你的工作 一个有能力的助理 要能够了解 他提供服务的对象的 一切需求 还有问题吗 那您还有什么需要 我为您服务的吗 暂时没有了 我想到后 会告诉你的